你應該跟我一樣沒想過這件事 就是以前冰怎麼賣 我所謂的以前是沒有冰箱沒有冰櫃的時候 那那個時代的人如果想要我的飲料有點冰 怎麼辦 那據我的了解 以前可能地下室是能夠生出冰來的 如果或許你挖得夠深的話 那個溫度可以滴到水會結冰 但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子的luxury的話 你還是想要有冰你買得到嗎 答案是買得到 你看我們照片裡面這個人 他就是專業的賣冰的人 很酷喔 好大家好我是Paul 週五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我們看一下這文章來說什麼 所以也不過就是100年前左右 你看1928年我們現在2023年 So in 1928 an Iceman in Houston, Texas 所以他就叫做Ice Man冰人超屌的 OK Picture delivering a 25 pound ice block 所以他照片裡面他就是在運送著25磅的一個冰磚 這樣子Ice block Selling ice was a big business during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所以賣冰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很了不起的行業 簡單來說 非常了不起 總之就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就是 It was a big business 在19跟20世紀初期 也就是18幾年到了19早起 Ice was taken from ponds and rivers and transported worldwide by train or boat 所以冰是從池塘裡或河水裡面拿出來 然後呢 船運送到世界各地 用火車運或者用船來運 所以保溫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說真的 OK 他們可能甚至沒有辦法用 用電 用冰箱來保溫 因為那時候就沒有嘛 要是有的話 我們也不用他們來送啦對不對 所以當時他們保溫的方式我覺得還蠻令人好奇的 It was then distributed locally by ice wagons 然後接下來就用 用那種wagon wagon就那種貨車拖車那一種的 然後就locally來送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他說有一個人叫做 Ice King他就Frederick Frederick Tudor OK 這個名字我覺得很多人覺得不好唸 Frede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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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OK So the ice king started the ice trade in 1806 所以他是 是他開始賣的 所以他叫做Ice King He began by shipping ice from New England to his rich customers in the Caribbean 所以他開始賣是從這個 New England這個地方 就美國的一個區啦簡單來說 然後他就從那邊送他 送到他這個很有錢的客戶那邊 那他客戶就在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你知道比較熱 所以可能就湖水不會結冰 但是New England就比較冷 他就可以把冰賣去那裡這樣子 那加勒比海這個字 我自己聽過好幾個發音 Caribbean Caribbean 都聽過其實 OK 有沒有Caribbean這樣子的發音 我自己都不確定的 你知道嗎 我自己的習慣念法是Caribbean就是了 那你自己選一個吧 OK 好那隨著一年年過去 然後他就還是繼續送 既然可以送到古巴啦 美國南部啦 之類的 甚至可以送到印度啦 澳洲啦 中國啦 南美洲啦 什麼這些的 好我們把這一句念一下 所以當他在最高點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產生工作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是一個很大的雇主 簡單的說 So it was the trade 所以這個trade就貿易 所以冰塊的貿易 was a big employer at its peak with 90,000 workers and 25,000 horses in the US alone 所以光在美國就有9萬個員工以及25,000匹馬 OK The demand for ice increased during the World War I 所以在世界在一戰的時候 對於冰的需求還增加了 但是等到戰爭結束的時候 這個貿易就沒有了 因為冷藏系統出現了 OK So but once the war was over the trade declined due to new refrigeration systems 所以refrigeration這個詞就是 你可能比較熟悉的是 refrigerator refrigerator 我自己都會拼錯這個詞 好慘喔 沒有滴在裡面 OK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講fridge就好了 F-R-I-G-E fridge OK fridge 那refrigerator 這樣子 那refrigeration就是他的名詞 這樣子 所以簡單的說 這就是把東西給冷藏 So due to the new refrigeration systems By the 1930s more households had modern fridges 所以到了這個1930年代的時候 就越來越多的家庭裡面 就有新的現代的冰箱了 你看我的冰箱又打錯了 這個縮短板要有滴在裡面 那完整的長的這個 這是沒有滴在裡面的 所以refrigerator沒有滴 但是完就是縮短板是要加一個滴進去 fridge這樣子 OK 好 所以到了30年代的時候大家都有冰箱了 By the 1950s they were almost everywhere in the US and Europe 所以到了50年代的時候 每個地方都有了 所以到那時候就不用再跟這種人力來買冰了 我現在才注意到 他的頭上還有火柴是不是啊 因為他在抽煙斗 所以帽子裡插著火柴 抽煙斗你看看超屌 他甚至不是抽煙 因為在那時候可能沒有煙草這回事 不過這照片照的我覺得畫質不差說實在 以那個時代而言 這個工作服看著 看著穿起來 好像還蠻有一股帥氣的 帥技能感覺的 所以說不定萬聖節 這個可以成為一個蠻流行的新打扮 也不一定的 真的 你要問你是你在扮演什麼角色 我是90年代初期的賣冰的人 OK 蠻酷的齁 好啦 anyway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